去年此刻 普悠瑪列車在新馬站出軌翻覆 釀成18時的重大事故 一年後台鐵列車檢修 重回事故列車出發的樹林吊車場 準備出班的司機員正進行出車前的列車檢查 因去年事故列車在行駛中主風泵動力十有十無 可能是散熱問題導致 因此現在列車檢查新增了主風泵量油氣溫度監測 去年事故後 台鐵也將檢修全面表格化 新增了動力檢修完工證明 與動力司機員出車庫檢點表 檢修內容也做過微調 建立安全管理把關SOP 但台鐵產業公會指出 台鐵近日小事故不斷 核心問題人事缺緣 雖然行政院承諾三年補足人力 但就一百零九年為例 預算員額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人 但眼看即將年底還只有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七人 兩千四百多人的落差 除了特考名額不足 新進員工訓練T次少 以及離職率依然偏高 人力不足跟台鐵的那個車輛 設備狀況就還比以前更嚴重 可是我們最近都感覺出事的那個量非常大 犯車事故屆滿一年 台鐵留不住人 缺料等久近依舊 事故原因也仍有爭議 日前宣告重啟普悠瑪調查的運安會 上午首度前往樹林吊車場 了解普悠瑪ATP等系統運作細節 運安會也向交通部建議 台鐵缺乏大數據監控分析 未來應該導入安全管理系統 有力排除潛在風險 原日新聞綜合報導